北韓準領袖想殺兇 中國警告別動金正男 北韓執政黨勞動黨10月10日舉行大規模閱兵 慶祝建黨65週年 領導人金正日和第三個兒子金正恩並肩閱兵 正式宣告金正恩的接班地位 不過昨天南韓媒體驚爆 金正恩的親信曾打算替組織收拾 同父異母的大哥金正男 金正男是長子 曾一度被視為接班人 但常在海外亂說話而私寵 目前住在中國北京和澳門 去年1月金正恩被父親親選為接班人 他的親信就密謀暗殺金正男 中國知情後警告別想在中國土地上動金正男 計畫無疾而終 金正男與中國高層後代太子黨關係密切 而且傳言中國有意在北韓金氏政權瓦解後 支持金正男掌權 證明了中國要保護金正男 金正男上週六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 表明本來就無意接班 不覺得遺憾 但他也暗指弟弟金正恩指中軍事 沒能力讓百姓過經濟富裕的生活 動新聞綜合報導